往这边过来一点点 再来的话呢 我们因为要改成一个像L状的形状 所以我们就直接用什么方式呢 右键 这边有个叫做移动引线 有没有 然后就直接可以移动它 那移动的方式的话呢 再一次 把他往这边过来一点点 移动引线 边的话呢 要先改一下 改成那个 这个叫半径无内线 因为他要没有内线的状像这样子 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 可以有没有 这时候记得先改成这个 半径无内线 不然的话一直没办法更改 然后按右键这边就可以直接 移动引线就可以了 像这样就可以了 移动 好 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这一题 好吧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好 咱们 聚集完